我们先来读一下神的话 约翰福音十十章二三节 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 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 乃是差我来自父的道 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 也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 但宝慧师就是父 因我的名所要拆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 并且教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那么这段经文呢 是主耶稣回答犹大的问题 在二十二节 十四章的二节 犹大问了 为什么不向世人显现 只向我们显现呢 当然这个不是指的是卖主的 那个犹大士 这个犹大士另外一位 是雅各的儿子 所以在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里面 通常又把它称为达太 在马太福音的十章第三节 或马可福音的三章十八节 都把它称作达太 因为耶稣应许 你在十四章一开始 因为他门徒很担忧忧 因为主耶稣说他要离开他们 所以主耶稣应许那些忧忧的门徒 他会向那些爱他又遵守他命里的人显现 所以犹大就问了这个问题 但显然这也是门徒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向我们显现呢 而不向世人显现呢 耶稣的回答好像看起来是 犹大的问题是风马流不相及 好像完全没有关系的 然后对他回答说 人若爱我 就必遵守我的道 我父也爱他 也必爱他 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 与他同住 那他是问的 为什么向我们显现 耶稣这么回答的 我想我们来了解 为什么好像耶稣搭飞手问 是需要回到当时那个场景中去了解的 那耶稣这些门徒啊 已经跟随他三年多的时间了 他们一直在期盼他来拯救耶稣类的百姓 认为他是就是来拯救耶稣类的米塞亚 但是这位米塞亚却是告诉他们说 他会离开他们 他去的地方他们还不能到 所以耶稣的话就让门徒感到非常不安 所以犹大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事实 就当时的门徒啊 他们还是以为耶稣 这位他们跟随三年多的这位老师 这位主啊 只不过是是来 只是来拯救耶稣列脱离罗马统治的米塞亚 那既然他是这样一位米塞亚君王 那他来了为什么不像只向他们显现而不向世人显现呢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怎么能够号召百姓来跟随他 这位君王来推翻罗马的统治呢 所以他们不太明白这一点 那当然主耶稣回答他 表面上好像是完全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但实际上是回答了啊 就是说他是针对他复活后 门徒将来所要经历的而说的啊 当然也是针对我们今天啊 啊我们今天这个这些来跟随主的人来说的啊 啊那啊 当时当时的门徒啊 他们不清楚啊 他们只把他们的眼睛还注目在这个将要过去的事件上 他们却不知道神拆他的儿子耶稣 所要成就的事情 远远超过他们所想所求的 这实际上这些门徒和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的状态 可能蛮像的啊 我们大部分刚刚信主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眼睛所看到的 所期盼的也是地上的福分 但是感谢主 就是他像开启那些门徒的眼睛一样 他也开启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逐渐的不只求主所赐的福分 而是求赐福的主啊 这也是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 所应许的啊 他的显现与同主啊 那有创造天地万物的显现 我们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 所以复活的主向门徒后来显现了 他们也不再胆怯了 勇敢地为主做见证 今天主当然也就是按照他应许一样 他也向我们显现 当然不是像当初门徒这样的啊 能够眼睛看见 而是我们凭信心啊 通过然后从神的话语上面 圣灵的代理上面来引导我们 在我们祷告的时候让我们来经理他 是这样的一个显现 那在对人经文里面主也说啊 他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在旧约时代啊 以色列人常常把遵守律法 当作爱神的一个证明 但是爱是一种关系啊 而不仅仅是责任义务啊 所以把主的道如果当成一种责任 或义务来遵守的话 可以说还是停留在肉体的层面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真正的遵守主道 所以说唯有盟主耶稣基督救赎的人啊 经历这个耶稣基督大爱的人 有一个全新的生命的人 才能够真正的爱主 也能够喜爱主的道 能够遵行主的道 所以遵行的主的道 就不是一个痛苦的事情 那遵守主的道实际上是一个顺服主的表现 那主耶稣说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所以表明了顺服是爱的一个副产品 就是一个人爱主 他会自然的就顺服主 也会遵行主道 这样的遵行主道 才会有喜乐平安 而不是苦不堪言的尽义务以责任 所以这次经文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那在这段经文中 主耶稣是否把爱他作为神与我们同住的一个条件 我们都知道神就是爱 为什么还需要条件呢 但实际上这不是一个交换的条件 我们想想 一个在我们人的关系当中 如果一个不爱的人 你和他天天在一起 那也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事情 所以说 只有因为我们只有爱神 才会渴慕他的显现与同住 我记得曾经有过Best问过一个问题 他说 这神是全能的 那为什么神不能让所有人都信他呢 马上就信他嘛 上这段经文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答案 因为只有爱神的人才渴慕神的显现 期待神的同住 所以神也尊重人的自由意志 他不会强迫一个人去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活在 当我们活在这个败坏的肉体当中的时候 我们里面没有良善 是神主动来寻找我们 用他独生爱子 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了爱来吸引我们 使我们灵魂苏醒 并用圣灵来引导我们 牵引我们 所以因此我们才能够爱主 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 才能够甘心情愿地遵行主道 侍奉他 见证他 所以无论我们今天在座的 信主多久 是一年五年十年二十年 我们仍然能够爱他 侍奉他 遵行他的道 实际上都是神的恩典 是圣灵的保守 是圣灵把耶稣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所以我们应该为此感恩 这一部分我想下星期我再分享 实在是恩典 所以我们再把这个有福的缺迹 这首诗歌再听一下 也承受个感恩的心来领受神这种话语 有福的缺迹 有福的缺迹 耶稣数我 过境的现场 天堂的荣耀 这首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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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诗歌 也承讨什么 本歌表bud 是声取口凉及声领受音 和声音的文章 日盟的 Jawab 赞美我救助 整夜长河 完全顺不住 万事安宁 我在旧处理 喜乐满心怀 时刻阳光处 尽心等待 满的处问会 经与主爱 这是我信心 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助 整夜长河 这是我信心 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助 终于长河 这是我信心 我的诗歌 赞美我救助 我的救助 我主 主 吸引我们 让我们愿意来 亲近你 愿意 自己与我们同住 也可 一把可目里话语的心 来 赐在我们心中 让我们能够 常常经历你自己的同住 同在 主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 求你自己继续的保守 带领我们 让我们在福事当中 越富士越甘甜 因为实在是一个福分 没有夸口的 毫无所夸的 因为是你首先爱我们 让我们愿意来 来回应主 你自己的爱 也是你的爱 激励我们 来紧跑跟随你 来见证你 传扬你 愿主在下面 我们祷告的时间 求你亲自与我们 众人同在 让我们经历你自己的同在同住 祷告奉救主 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